第0881章,宁城的作用,两条人面独屋看见众人退出了一定的范围后,并没有立即冲上来,而是发出一阵阵的嘶吼,似乎在互相商量着什么。 尽管在场的修士都听不懂这两条独屋在商量什么,也知道,只要他们还留在这里,再过一会,这两条人面独屋就会冲上来。 一身白衣的驱白衣忽然说道,我们这里还有24个人,既然大家都留在这里,自然是都想要隐秘阵法中的神灵草。 如果不将这两条人面独屋杀掉,神灵草事肯定得不到的。 我的意思是,大家分成两组,一组对付其中一条人面独屋。 我和霍尔齐一组,另外再来十个人。 驱白衣的话刚刚落下,已经有十个剑技的修士迅速落在了驱白衣和霍尔齐的身边。 宁城这边的十二人根本就不用选,直接出来了。 一些动作慢的修士,看见驱白衣和霍尔齐组成了一组,都是面面相去。 这里驱白衣和霍尔齐都是太素十二子中的强人。 按照道理说,这两个人应该各自带领一组才是。 但事实上是,这两个人竟然到一组去了,能修炼到永恒。 而且进入了太素秘境的有几个傻瓜。 所有的人都清楚,这是驱白衣和霍尔齐的借刀杀人。 驱白衣和霍尔齐再加上十个强者,这种实力对付其中一条人面独屋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而另外十二人没有强者带领,只能被人面独屋逐个击杀,最多起到一些拖延时间的作用。 而驱白衣要的就是这个拖延时间,等他们干掉第一条独屋的时候,估计拖延时间的修饰也死得差不多了。 然后他们再腾出手来,干掉第二条人面独屋。 这样一来,不但两条独屋都干掉了。 分神灵草的人还少了许多。 看见另外一组十二个人都沉默不说话,驱白衣冷声继续说道,刚才这位朋友也说了,大家一起出力,然后各凭十例,分配神灵草。 这里出现了两条人面独屋。 我相信不会有人不想出力,等会坐享气城吧。 说完,他冷眼盯着宁城,刚才说反对霍尔齐提议的就是宁城。 看见驱白衣盯着宁城,一些和宁城靠得较劲的修饰,甚至下意识地让开了一些。 霍尔齐及时配合驱白衣说道,我赞同白衣的话,如果不想出手的,那就请立刻这里。 不过有一句丑话,我要说在前面,若是有人离开这里后,故意泄露这里的事情,将来就是我和白衣的大敌。 有几名修饰听到这两人的话,心里已经在打退堂鼓了。 人面独屋的厉害,谁不知道。 但是驱白衣和霍尔齐也一样,没有人敢得罪。 宁城慢慢地走了出来,他的手中多了一杆中品神器长枪,与其平静地说道,既然如此,那我就是另外一组,愿意和我一组的道友请过来。 不愿意的,就请便了。 我想加入霍兄和驱兄这一组,听到宁城的话,立即就有人说了出来。 宁城本来就得罪了霍尔齐和驱白衣两人,谁愿意和他一组。 宁城黑黑一笑,对着驱白衣说道,驱兄,这位朋友说不想分组,大家一起攻击。 还没等驱白衣回答,这说话的修士脸色一变,连忙反驳道,你说话给我当心点,别挑拨离剑,我什么时候说不想分组了。 宁城冷哼一声,你不会数数,还是眼睛瞎了。 这里24个人分成两组,另外一组已经是12人了,你还要加入。 那意思,难道不是大家都加为一组? 你。 这名修士见宁城强词夺理,顿时气节。 霍尔齐看见两头人面独吾,周身气势越来越强,似乎随时都要冲过来,再也懒得废话。 直接冷喝一声说道,就这么说了,我们这一组12个人对付左边的人面独吾,右边的由其余人对付,不愿意加入另外一组的,滚。 霍尔齐话音刚落,两条独吾就冲了过来。 驱白衣和霍尔齐一起寄出法宝,同时被其余人叫道,你们挡住另外一头。 霍尔齐和驱白衣的实力的确是强大,两人的领域伸展出去,很快就将他们那一组的领域叠加在一起。 12人同时寄出法宝,竟然挡住了左边那条人面独吾。 另外一条人面独吾直接扑向了宁城这边,空间束缚压制过来,宁城根本就没有动手。 而是鼓动领域挡住人面独吾对自己的空间束缚。 两名想要逃走的修士,直接被人面独吾束缚住,随即就有一道空间漩涡将这两人卷入人面独吾的口中。 这边本来就没有完成组队,现在独吾一冲过来,就损失掉两人,留下的人更是溃散。 三名还在外围的修士,毫不犹豫地发动了顿光,顷刻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神灵草事好,再好也要有命享用才是。 余下的人,包括宁城一起,都被人面独吾的空间束缚住,就算是想走,也一时走不掉。 大家一起全力出手,否则只能等死。 不等宁城招呼,这边早就有人看出了危险的处境。 宁城看见剩下的几人,没有人在逃走,都是选择了动手,这才完全轰出自己的领域,同时一道静火神通轰了出去。 此时宁城的静火神通,不再是之前的那种伪神通,而是真正的空间火焰神通。 攻击宁城几人的人面独吾刚刚吞噬了两人,又完全占据了上风,正是意气风发,一道道灰色的空间漩涡被吐出来。 眼看一名永恒静修士又要被这种空间漩涡卷进独吾的巨口,周围的空间忽然暴动起来。 一个同样的空间塌陷出现在人面独吾的巨头下方,恐怖的炙热气息扩散开。 但是这种空间塌陷刚刚出来,就被人面独吾吐吐的空间漩涡不断消散。 可以想象,只要再过一时片刻,宁城净火神通带出来的空间塌陷,将完全被人面独吾吐吐出的空间漩涡卷掉。 估计这个时候,宁城的神通还没有完全激发。 一名永恒后期的修士急躁地对宁城吼道,不要用这种毫无意义的神通,这种神通就算是真的祭出了,也不会对人面独吾造成伤害。 宁城根本就没有理睬这嘶吼的修士,如果他真这么白痴,他早就死了一百次了。 一道道神使展,无声无息地轰入了人面独吾的石海。 人面独吾吐出来的空间漩涡顿时虚弱起来,就连那名即将被漩涡卷入巨口中的永恒修士,也在这个时候仓促逃了出。 在这修士惊魂未定之间,一道恐怖火焰的空间塌陷在人面独吾的脑袋下面炸开。 人面独吾发出一声惨叫,他的下巴直接被静火,神通炸出一个血洞,黑血犹如下雨一般落了下来。 在宁城静火神通炸裂开的同时,神使展也彻底地被人面独吾逼出石海。 和宁城在一组的修士,到了这个时候,哪里还会不知道宁城的强大,纷纷信心大增,全力出手。 哪怕人面独吾被宁城激怒,爆发出更为强大的狂暴,战局也不再是开始的一边倒了。 各种各样的神通和法术都被轰了出来。 这人面独吾因为石海被宁城的神石斩斩了一下,又被宁城的静火神通打伤。 就算是暴动,也只是前期一段时间而已。 只要撑过这段时间,肯定可以占据上风。 没有人知道宁城动用了神石攻击,大家都很清楚,这段时间一定要撑过去。 宁城在打斗中除了偶然用一两个静火神通之外,都只是用无痕枪纹对付这头人面独吾。 人面独吾的攻击手段很多,在不断喷出独吾刃之外,那犹如神器的刀卒,每次和修士的神通轰在一起,都会让星园炸裂开。 但人面独吾最强大的攻击手段,还是吞吐空间漩涡。 一旦被人面独吾的空间漩涡卷住,那只能进入人面独吾的口中。 宁城没有用绝杀手段,却不断地用神石斩偷袭。 一旦有人被人面独吾的空间漩涡卷住,他就轰出神石斩。 每次人面独吾的石海被攻击,他的空间漩涡就会突兀的顿制。 这个时候,宁城的长枪必然会到这里,救出被卷住的修士。 这让人面独吾愤怒无比。 尽管他没有让宁城的神石斩在轰进他的石海,宁城的举动却严重影响了他的实力。 每到关键的时候,他却不得不放开猎物。 这种憋屈早就让他想冲到宁城这边,将宁城一口吞下。 时间长了,和宁城这一组的修士都看出来了是什么问题。 他们这一组之所以能占据上风,到现在为止,七个人一个都没有陨落掉,完全是宁城的功劳。 只要宁城不陨落,他们就不可能有人被人面独吾卷走。 至于身上中的一些毒刃,等人面独吾被杀了后,有的是时间驱毒。 到了后面,七个人当中,甚至愤出了两个人专门保护宁城,其余的人心无旁骛地全力攻击人面独吾。 人面独吾的肉身在强大,空间漩涡在牛。 有了宁城神使斩这个bug在边上偷袭,根本就无法发挥出实力。 单打独斗,宁城现在的神使斩还远远奈何不了人面独吾。 可现在不是单打独斗,宁城只要牵制住人面独吾的最大杀伤力,自有人去轰杀人面独吾。 和众人预料得差不多,仅仅是半个时辰不到,人面独吾的暴动就弱了下来。 到了这个时候,宁城不用轰出神使斩,其余人就可以稳稳压制住人面独吾。 又是半炸箱过去,人面独吾发出一声嘶吼,被一名黑脸修饰一印轰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 第0882章,出而反而,人面独吾被轰杀,宁城这边七个人甚至还不敢相信。 七个人除了宁城之外,大多受了一些伤。 但是受伤和陨落完全是两回事,七个人干掉一条人面独吾,仅仅是几个人受伤,这简直不可思议。 看看远处依然是星园炸裂,神通爆开的打斗现场,和宁城一组的人终于确定,他们这一组已经完成任务了,只等分神灵草。 他们也只有七个人了。 一名女修金生说了一句,众人看过去,果然只剩下了七个人。 拥有太速十二子的两人,在和人面独吾打斗的时候,竟然也损失掉了五个人。 要知道他们这边除了走掉的三个,被人面独吾吞掉的修士,其实只有两人。 事实上,这两人被吞掉,那个时候还没有打起来。 之前那名说宁城神通没有用的修士,主动来到宁城面前,公身道歉说道。 我不知道有实力是如此之强,之前我有眼无珠,口出狂言,请道友见谅。 这条独吾就由道友做主分配。 尽管宁城表现出来的实力并不是非常出众,这里只要不是傻瓜,都知道他们能迎合宁城有关系。 这种看不见的手段,才是最可怕的手段。 得罪宁城这样一个几乎不亚于太速十二子的强者,是白痴所为。 而且,这里剩下来的人同样知道,他们这一组之所以一开始就被人面独吾吞掉两人,那是宁城故意没有出手。 就因为那两人面对攻来的人面独吾,一个想要跑,一个想要加入另外一组。 宁城笑了笑,这次能杀掉人面独吾,也是我们联手的结果。 靠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赢。 我们七个人出的力气是一样的,没有强弱之分。 至于这条人面独吾,我不打算要。 你们分了吧。 说完,宁城的目光在其余六人脸上扫了一遍。 宁城易容的本来就是一个凶悍的家伙,此时他的目光冷力一扫。 顿时让其余六人心里发寒。 六人都明白宁城言外之意。 那就是,不要到处泄露我的手段,我不喜欢。 别人问起来,那我们都是一样的,一起出的力气。 更何况宁城说,不要人面独吾,六人自然是心里大喜。 人面独吾本来价值就不低,再加上他肚子里面还有几枚戒指,那价值更高了。 尽管六人不明白,宁城为什么不要独吾,但这种好事,没有人会拒绝。 六人迅速分配掉独吾身上的东西,这才和宁城一起看屈白衣那七人和人面独吾打斗,没有谁上去帮忙。 既然这是说好的事情,谁也不会闲着没事找事。 看着屈白衣和霍尔齐这一组被人面独吾的围攻,宁城更是对神识斩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强大的神识功法难怪如此吸引人,他这一组能迅速干掉人面独吾,而且没有造成大的损失。 显然不是因为他的实力真的如此强大,而是因为他的神识斩。 他不让其余六人乱说,不是怕实力泄露出去,而是怕神识神通手段泄露出去。 在又一名修士被人面独吾吞下的同时,轰的一下,霍尔齐的一柄八角大锤也砸在了人面独吾的头上。 这人面独吾终于历劫,轰然倒地。 跟着树道法宝轰在地上的人面独吾身上,人面独吾被直接轰杀。 杀掉了人面独吾,屈白衣这一组只剩下了六人。 除了屈白衣和霍尔齐轻伤之外,其余四人全部是重伤。 六人将人面独吾分配后,屈白衣扫了宁城这边一眼,语气淡淡地说道, 原来真正的强者在你们这一组,实力比我这一组强大多了。 他虽然话是这样说,目光却落在了宁城身上, 他怀疑真正实力强大的人就是宁城。 普通修士,谁敢不鸟和太素十二子。 宁城不紧不慢地说道, 我这一组人人出权力,可不和别人一样,有力气失一半。 屈白衣和霍尔齐的脸色立即就难看起来, 宁城这话显然是讥讽他们两个没有出权力。 事实上也的确这样, 如果他们真的出权力的话, 十二个人最多死掉两个。 如果不是看见宁城这一组早就解决了毒物, 他们这边恐怕还要再死一两个, 大战才会结束。 宁城这句话挑拨得可算是厉害, 和屈白衣等人这一组幸存的几个修士, 立即就有些戒备地稍微远离了几步。 如果说宁城没有说出这话之前, 大家还不觉得。 但是宁城一说出来, 这些和屈白衣霍尔齐组队的修士, 就想到了打斗中的一些问题。 更何况, 他们这一组拥有两个泰素十二子成员, 损伤反而这么重, 怎么会不然让人怀疑? 霍尔齐顿时冷哼一声, 你说谁没有出力? 宁城更是不慌不忙地说道, 我说我没有出力。 你没看我在我这一组受伤最轻吗? 莫非有人和我一样, 也没有出力? 心里发虚。 白痴都知道宁城说的是屈白衣和霍尔齐, 宁城根本就没有受伤, 受伤最轻的是屈白衣和霍尔齐。 屈白衣不等霍尔齐说话, 就连忙说道, 人面独武已去, 大家抢夺神灵草吧, 谁抢倒是谁的。 说完, 先行冲了进去。 他知道这个时候, 几乎没有人站在他们这边, 赶紧抢了神灵草, 早点离去才是。 屈白衣一动, 其余的人早已忘记了别的事情, 纷纷冲了进去。 宁城天云双一挥洞间, 更是抢在屈白衣之前, 进入了被打破的隐匿阵法中。 一进入隐匿阵法, 更为浓郁的神灵草气息弥漫开来。 一个个神灵草药源整齐地排列着, 每一个神灵草药源之外, 都有水晶阵法罩住。 除了极少数阵法破碎掉的药源之外, 大部分药源的阵法都很是完整。 想要得到这些神灵草, 就必须继续破阵。 每一个进来的修士都在这瞬间明白了原因,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这些修士都冲向了那几个破碎掉护阵的药源。 显然大家想到一起去了, 那就是先将这些不需要打破防御阵的神灵草弄走, 再说别的。 宁城是13个人当中, 唯一一个没有冲过去的。 那几个阵法破碎掉的灵药源只是中低级的神灵草, 他要的是高级神灵草。 这里的神灵草有防御阵护主, 对宁城来说是最好不过了。 他和别的修士不同, 他的阵道水平比修为还要强大一些。 这里的护阵都不是什么特别复杂的护阵, 对他来说每一个护阵只要几分钟就可以进去。 若是要强攻的话, 就算是几人联手, 说不定也要一炷香甚至更长的时间。 宁城也扑向了一个药源, 他扑向的是一个高级神灵草药源。 在别的修士将几个破碎了护阵的药源中神灵草抢夺完的时候, 宁城也将这个高级神灵草药源的护阵破开。 数百株各种各样的高级神灵草出现在宁城的面前, 宁城根本就没有一个一个的去挖。 而是几道阵旗丢下去, 整个药源都被他移到了真灵世界中。 没想到朋友还是一个神阵师, 嘿嘿, 霍尔奇看见宁城将一个高级神灵草药源收起, 眼里的极度一闪而逝。 此时那几个破碎阵法的药源早已被大家抢劫一空, 其余十几人都和霍尔奇一般震惊地看着宁城。 能进入太速秘境的修士, 自然不会是弱者。 不过这个强大, 大多指的是修为上的强大, 至于震道强大的并没有多少。 震道强大到和宁城这样的, 的确是没有几个。 看见屈白义和霍尔奇没有继续去攻击其余的药源, 另外几人也都停了下来。 没有谁傻地去攻击药源, 防御阵法打破了, 大家一拥而上, 攻击药源的就是做苦力。 屈白义也走了过来, 对宁城抱了一下拳说道, 道有好本事。 这里的药源不但有守护兽, 还有阵法所住, 想必是一个上古爵士强者布置下来的, 宁城打断了屈白义的话, 你想要说什么? 如果没有事情的话, 不要耽搁, 我挖神灵草。 屈白义呵呵干笑了一声, 我的意思是, 现在两头人面独物被杀了, 我们也只剩下了13个人, 不如商讨一下, 如何破开这里的阵法。 宁城冷笑, 什么如何破开这里的阵法? 说白了, 那就是让他赶紧破开这里的阵法, 然后大家分配神灵草。 很好, 听到宁城说很好两个字, 屈白义心里一喜, 暗想这家伙果然是忌惮他和霍尔奇。 宁城却继续说道, 我就不打搅, 你们分配了。 你们慢慢分配, 不用理会我。 说完, 宁城身形一闪, 已经落在了另外一个高级神灵草的护震旁边。 屈白义脸色气得铁青, 语气也没有了之前的和煦。 这位朋友, 你是想吃毒食了? 宁城手一扬, 长枪就落在了他的手心, 强大的领域气势伸展开来, 冷冷地盯着屈白义说道, 你耳朵聋了, 还是痴呆了? 大家在进入这里之前, 就说过, 各凭本事抢夺。 莫非你的脸是屁股? 说的话和放屁一样, 是可以对调的。 你找死, 屈白义在, 太速十二字当中, 实力算是最差的几个之一, 但却是最要面子的一个。 平时穿着一身白衣, 风度翩翩。 宁城如此讥讽他, 他哪里还能忍得住? 手一扬一条白衣就裂空而来。 屈白义的法宝是一条白灵, 哪怕是永恒圆满的修饰, 在他这条白灵之下, 也不见得能讨好。 宁城根本就没有在意屈白义的攻击, 而是对其余的人说道, 这里的药员有一二十个, 我建议大家, 还是临时组队去攻击药员护震, 不要和这个白痴一样。 说话间, 宁城的长枪就卷动了一刀又一刀的枪纹, 宁城之前没有要人面独屋的东西, 就是为了这一刻。 外面打斗他出的力气最大, 但是分东西的时候甚至不要。 这个时候, 如果还有人联手屈白义和霍尔奇对付他, 那实在是太不要脸了。 宁城话音落下的时候, 道道枪纹已和屈白义的白灵卷起的白影轰在一起。 屈白义感觉到自己的领域被宁城的领域压制的咔咔作响时, 那轰在白灵上的道道枪纹突兀裂开来, 裂开的枪纹简直和一个个星球炸裂一般, 气势碾压而来。 第0883章, 狂逃, 自己绝对不是眼前这个修士的对手。 这是两人的攻击轰在一起后, 屈白义的唯一念头。 屈白义在领域破碎的瞬间开始急速后退, 他希望宁城不要趁机追杀他。 宁城没有追杀屈白义, 不过那反噬过来的力量直接让他丹田一阵阵地翻涌, 时还有一种撕裂的痛处, 差一点就是一口鲜血喷出。 彻底卸去反噬力量后, 屈白义愣愣地看着宁城。 这个修士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 怎么会如此强大? 这种领域的强大一点都不比半步速道弱, 这还不是那种软绵绵的半步速道。 他在太速十二子中排名第11, 而他显然远不是眼前这个修士的对手。 以眼前这个修士的强大, 就算是在太速十二子中也是前三的存在, 甚至太速十二子中没有人能是他的对手。 几名想要上前联手对付宁城的修士都停了下来。 就连霍尔奇脸色也变了几下, 没有多话。 屈白义比他弱也是有限, 他不想去得罪这样一个强者。 此时他几乎肯定, 宁城是某一个大宗门培养出来的秘传弟子。 我还是刚才那句话, 之前大家说好的, 这里的林药元很多, 谁抢到是谁的? 如果再有人敢打脚, 我抢夺林药元, 我就不会住手了。 宁城盯着屈白义冷哼了一声, 懒得去管屈白义, 转身落在一个高级林药元之前, 抬手就是不断地丢出正旗。 没有屈白义和霍尔奇出头, 别的修士自然是不肯出头。 看见宁城又开始破阵, 其余人迅速组队, 同样开始破阵。 所不同的是, 宁城采用震气破阵, 其余的修士采用的是暴力破阵。 才开始的时候, 宁城破阵还有几分钟时间, 到了后面他破阵的速度越来越快。 当别人联手轰开一个药元的时候, 他已经破去了五个药元的护阵。 宁城每次破开药元的护阵, 都是连药元一手端。 尽管大家都眼红宁城的速度, 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抢夺。 随着宁城破开第七个高级神灵草药元, 这里的高级神灵草药元全部没了, 剩下的都是一些中低级的神灵草药元。 一炷香过后, 这里的中低级神灵草药元也都全部被破开, 宁城一个人就得到了八成多。 神灵草药元全部被大家瓜分掉, 却没有一个人离开, 哪怕是宁城都没有离开。 这里的神灵草生长得如此茂盛, 而且还有两条强大的人面独无, 大家都知道, 这里肯定有顶级神灵园。 事实上, 在所有的药元都被抢走后, 高级神灵草药元所在的位置 就出现了浓郁神灵气波动的痕迹, 神石根本渗透不进去。 这里神灵草成长的源头应该就在这里, 大家一起出手。 霍尔奇指着神灵气波动的地方说道, 他没有说分配的事情, 有宁城在这里, 想要吃霸王餐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的人都寄出法宝轰下去, 宁城也寄出了长枪。 十多个人攻击这个地方, 仅仅是几分钟时间, 这里就发出一声轰响, 整个地面都坍塌了下去, 一个无尽深渊一般的空旷世界 出现在众人的神石中。 一股浓重的心气扑面而来, 宁城第一个就发现了不对, 这下面的确是有浓郁到极点的神灵气, 同时还有一条沉睡中的人面毒污。 刚才这一声剧烈的轰鸣, 直接让这条毒污醒了过来。 毒污发出一声嘶吼, 整个头都抬了起来, 毒污还没有动, 那种恐怖的气势, 压抑就压得众人连呼吸都变得艰难。 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了不好, 这条毒污紧紧将头仰起来, 小半边身体就超过了千丈。 可以说, 这条毒污完全伸展出来, 绝对可以将这样冤盘半圈。 一道恐怖到极点的空间漩涡冲出, 四名来不及退走的修士, 直接被这空间漩涡卷走, 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一声, 就气息全无。 宁城早早发现了这条毒污的恐怖, 他第一时间后退。 就算是这样, 在那股空间漩涡席卷过来的同时, 他也感觉到了一阵阵恐怖的犀利。 这还是毒污没有清醒过来, 一旦这人面毒污完全清醒过来, 那有多恐怖。 宁城疯狂地挥动天云双翼, 远远顿走。 不但是宁城,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一样, 纷纷疯狂逃走。 人面毒污很快就发现了情况不对, 他的药园没了, 两个子孙也没了。 恐怖的狂吼在宁城的背后传来, 更为狂暴的空间塌陷, 似乎要将宁城拉扯回去。 宁城的神石边缘, 只能感觉到后面犹如被毁灭的世界一般, 被人面毒污的漩涡疯狂卷走。 两名逃在后面的修士, 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就消失在漩涡当中。 宁城一路飞顿, 哪怕是中途遇见了一些不错的神灵草, 他也没有停下。 足足逃顿了几天时间, 完全感受不到毒污气息后, 他这才落在地上缓了一口气。 那条恐怖的毒污被惊醒了出来, 恐怕那十几个人剩下的应该不多了。 就算是屈白义和霍尔齐想要逃走, 也有些够呛。 到了这个地方, 宁城的方向感已是有些模糊, 他正想感受一下传送阵的方向, 两道俏丽的身影从他的神石中一闪而逝。 琼华? 宁城差点失声惊叫出来, 其中一个身影他太熟悉了, 就是施琼华。 无论是不是施琼华, 宁城看见了那个影子, 他也要去看看。 宁城刚准备冲过去, 熟悉的欣慰和强大的压制气势就扑了过来。 宁城连想都没有想, 再次疯狂挥动天云双翼, 选择了一个和刚才两名俏丽女修相反的方向, 急速冲出。 那欣慰和压制气息就是之前那沉睡的恐怖毒污。 宁城没有想到他都逃了好几天了, 这毒污还会追上来。 可见, 他身上绝对有这毒污留下来的印记。 毒污追到这里, 其余的人怕是凶多吉少了, 说不定他是最后一个幸存者。 这次毒污完全清醒过来, 再也不是之前的迷迷糊糊。 宁城只能感觉到强大的空间漩涡不断地吸着他要倒退, 而那恐怖的死亡压抑也越来越近, 欣慰气息也越来越重。 宁城的星辰到了谷底, 这样下去, 要不了多少时间他就会人面毒污的领域气势压制住, 然后被那种漩涡空间卷入毒污的肚子里面。 这个时候, 宁城心里有些后悔, 他应该寄出星空轮才是。 在星空轮上, 他可以慢慢寻找自己身上的印记。 宁城一路狂盾, 许多修士都看见了一条万丈长的人面毒污追杀宁城。 没有人敢在这个时候挡在毒污前面, 毒污一路过来, 一些逃避不及的修士直接被毒污卷入口中。 不过毒污的主要目标是宁城, 别的修士只要逃出一定的范围, 毒污就不再理会。 所有被毒污经过的修士都震惊地看着前面逃顿的宁城和后面追杀的毒污。 这人到底是谁? 干了什么天怒人渊的事情? 竟然惹火了这种恐怖的神兽? 这人面毒污的实力绝对不是他的五色列星剑杀器能锁住的, 和别的神通一样,也不是五色列星剑不行, 同样是他的实力不行。 如果他是速到修士, 他完全可以一剑干掉这条毒污, 可惜他不是速到修士。 巨大的实力差距, 无法用手段弥补。 五色列星剑能挡住这毒污一二, 是指剑射出后的情况, 而不是没有射出的情况。 空间漩涡带来的强大吸力已在影响宁城的速度, 宁城再也不敢多想, 转身停住, 惊血燃烧, 同时抓出七桥借书, 双手疯狂挥出, 七桥神通之第一奈何桥。 一道道阴冷气息从借书中涌出, 一面巨大的石碑挡住了空间漩涡的犀利。 随着巨大石碑上, 第一奈何桥五个潦草的字迹慢慢显现, 一个隐约的惨白色石拱桥, 慢慢出现在石碑后面。 滚滚血河在桥下翻腾起来, 宁城清晰地看见刚到达的人面毒污, 被第一奈何桥挡住。 或者不能说是挡住, 是人面毒污主动停了下来。 这毒污看起来对第一奈何桥有些忌惮, 但对他周围越来越浓的滚滚阴气, 却丝毫没有在意。 阴风中凄厉的声音再回荡, 升不回, 死不退, 一入奈何永不归, 宁城石海中的神石和星园 犹如露了底的锅一般, 疯狂地外泄。 可是这第一奈何桥和桥下的血河依然模糊不堪。 宁城心里阴沉无比, 他没有实力完全祭出第一奈何桥。 第一奈何桥能到这个样子不是他的功劳, 而是七桥借书的功劳。 如果他再撑下去, 不用人面毒污攻击, 他自己就会成为干肉。 人面毒污之所以被阻止在第一奈何桥之前, 不是人面毒污惧怕这个低级版本的第一奈何桥, 而是没有弄清楚状况。 从第一奈何桥对人面毒污的微弱影响, 宁城就能看出。 果然, 人面毒污犹豫了短短时间后, 就冲上了第一奈何桥。 滚滚阴风让人面毒污的速度慢下来, 宁城没有当个半夕时间, 早就祭出了星空轮。 同时抓起七桥借书, 驱动星空轮再次疯狂逃走。 第0884章, 迷失灵, 宁城一走掉, 这本来就模糊不堪的第一奈何桥就更是模糊。 人面毒污冲过去, 只有一些细微的破碎声音, 第一奈何桥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看着后面再次追来的人面毒污, 宁城却松了口气。 祭出第一奈何桥, 哪怕是借助了七桥借书, 他的消耗也是难以想象。 好在他再也用不着消耗星元和神石逃顿了, 星空轮只要追牛控制, 然后燃烧大堆的神经就行。 将星空轮交给追牛控制后, 宁城还特意观察了一下, 后面追杀过来的人面毒污。 半天后, 宁城放下心来。 人面毒污速度虽然快, 星空轮速度也不比人面毒污慢, 两者的速度几乎是差不多。 这让宁城很是放心, 只要人面毒污追不上星空轮, 时间长了, 星空轮终究会甩掉人面毒污。 回到船舱, 宁城想起了人面毒污追杀来之前, 他看见的那个身影。 那个身影和施琼华太像了, 几乎是一模一样。 不过现在宁城回想起来, 感觉到不应该是琼华。 琼华和洛飞分开的时候猜什么修为? 短短时间, 琼华应该不可能成为永恒静修士, 进入太速秘境。 哪怕是用神经修炼, 修为进步也不可能有这么快。 无论是不是, 他一定要找到这个女修看看清楚。 暂时将这些事情放下, 宁城不再理会后面狂追不舍的人面毒污, 将身上的衣服全部脱下来, 神势在身上不断地搜查。 两个时辰后, 宁城不得不将身上所有的衣服都烧掉。 他根本就无法找到任何别的印记, 只能烧掉衣服, 然后继续逃。 人面毒污似乎不杀宁城, 事不罢休, 追了足足一个月了, 依然没有停下。 正如宁城预料的一般, 一个月过去后, 人面毒污有些渐渐追不上星空轮了。 一个月时间, 宁城早就将修为恢复。 可惜的是, 哪怕他修为恢复了, 有人面毒污在后面追杀, 他也无法下去寻找神灵草。 老爷, 这货应该是疯了, 我都燃烧快五十万神经了, 这货还在后面追杀。 这个白痴, 难道不知道他追不上吗? 看见宁城走过来, 追牛气愤地说道, 他可以在星空轮的星盘上看出, 人面毒污依然还在后面。 宁城笑了笑, 取出一堆阵盘交给追牛, 一会将星空轮交给我控制。 你将这些阵盘不断地抛在后面就行。 宁城交给追牛的, 全是他炼制的阻拦阵盘。 尽管这些阵盘每一个都无法阻止人面毒污一息时间, 但这些阵盘真正起作用的不是阻拦, 而是让人面毒污无法连贯地追宁城。 一个个阵盘被追牛丢下去, 人面毒污的速度更是缓了下来。 这不是阵盘阻止的作用。 而是因为前进的路上多了这些阵盘, 人面毒污的速度无法发挥到最大。 而星空轮在宁城的控制下, 速度又涨了一大截。 此涨比消之下, 人面毒污很快就被宁城丢掉。 一天之后, 宁城的神石之间早已没有了人面毒污的任何气息。 为了防止人面毒污还会追上来, 宁城继续控制星空轮飞顿了半个月时间, 这才停在了一处石灵深处。 之所以在这里停下, 是因为宁城的神石在这里似乎被迷住了。 宁城也感觉到了太素秘境的庞大, 他控制星空轮飞顿了一两个月, 也没有发现自己绕圈子。 将星空轮收起, 宁城落在了这片石灵当中。 这片石灵很是古怪, 高矮陡峭的石峰灵力, 高得有数百甚至数千丈高, 矮得只有几公分。 站在石灵当中, 宁城就好像来到了一个满是竹笋的竹笋一般, 到处都是冒出来的高低竹笋。 这石灵中除了石峰外, 再也没有别的东西, 连一根小草宁城都没有看见。 按理说, 这种地方神灵气应该很是匮乏才对。 宁城偏偏在这里感受到了浓郁无比的神灵气, 这是一个极适合修炼的地方。 宁城很是奇怪, 因为这里没有一根神灵草。 在太素秘境中, 这种神灵气浓郁的地方没有神灵草, 说出去根本就没有人相信。 宁城的神石伸展出去, 仔细寻找了一番, 就是没有发现半根神灵草。 很快宁城就感受到, 这里除了浓郁的神灵气之外, 还有一种阴寒气息。 因为修炼过七桥神通, 宁城对阴寒气息并不陌生。 不过他不大喜欢这种气息, 也不想留在这里。 准备离开这里后, 宁城发现了不对, 他居然走不出去。 他的神石无法扫遍这个石灵, 这里根本就没有任何方向。 宁城冷静下来, 挥动了天云双翼。 很快, 他就再次落了下来, 石灵的近空静置 比太素虚广场还要强大, 他无法飞到更高的地方。 而在石灵中飞行, 依然是毫无方向。 宁城完全明白过来, 这里是一个天然迷阵。 天然迷阵他可以进来, 却无法出去。 自己在迷阵当中, 宁城并不惊慌。 他本来就是一个神阵师, 哪怕现在他没有了阵闻, 想要从这迷阵中走出去, 应该也是可以办到的。 可惜没有将那条蠢毒物引到这里来, 否则那毒物肯定也会被迷阵困住, 无法逃脱。 五天后, 宁城停止了无头苍蝇一般的乱窜, 他的阵道知识在这里完全用不上。 五天时间过去了, 他连这个迷阵的边角都没有摸到。 唯一能猜到的, 就是这个阵是一个天然迷阵。 咔嚓一声, 又是一堆人骨被宁城踩到脚下。 这些天来, 他在这石林中踩到骨骼,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一般情况下, 他踩到骨骸, 都是检查一下, 这骨骸身上还有没有戒指。 有戒指的话, 他都收集起来, 然后继续寻找阵门所在。 数天下来, 也被他捡到了两枚戒指。 但是这次踩到的骨骸, 却让宁城停了下来。 被他踩到的骷髅是一名南修, 骷髅身上的衣服很华丽精美, 而且还是完好无缺的, 甚至连灰尘都没有能粘在上面。 可见, 这一套衣服也是顶级法宝。 让宁城惊异的, 不是这衣服, 而是这他的骨骸。 一落在地的骨骼, 散发出淡淡的金色, 甚至还有微弱的道运, 在周围流转。 宁城的神识又仔细地在这骷髅身上扫了一遍, 确信这修士是真的云落掉了。 片刻后, 宁城的目光落在了修士手中的戒指上。 哪怕是宁城, 也没有见过如此精美的戒指。 明明在这骨头手指上, 却有一种淡淡的蓝色宝石光芒, 看上去就好像蓝天中点缀的一颗星星一般。 宁城弯下药, 想要将这眉戒指取下来。 就在他的手要碰到戒指的时候, 一个微弱的声音传来, 我还没有死掉, 你就要抢我的东西吗? 宁城吓了一跳, 他赶紧退后, 手一斩, 长枪已经落在了他的手心。 你不用担心, 我对你没有危险, 我的元神虚弱到了极点。 之前是用秘法让元神假死了, 要不是你我都醒不来。 骷髅微弱的声音再次传出, 宁城的神识扫了过去, 果然感受到了一丝元神波动。 一个还没有陨落的修士躺在这里, 宁城还不好意思去捡别人的戒指, 哪怕明知道自己去捡戒指, 这个修士也无法反抗, 他也做不出来这种事情。 骷宁城并没有下一步的动作, 骷髅似乎微微松了口气说道, 我们做个商量好不好? 你救我一下, 我告诉你出去的办法。 当然, 能不能出去, 我也不知道, 免得到时候你说我骗你。 感受到这个骷髅说的是真话, 宁城心里立即就起了好感。 如果这个骷髅说他的办法肯定可以出去, 先让自己救他, 他会用另外一种手段互相制约。 骷宁城没有说话, 这骷髅以为宁城想要他的戒指, 所以不愿意, 干脆继续说道, 进了太速迷石灵, 生的机会很小。 你能进入这里来, 应该是太速迷径又开启了吧? 可以说, 这里除了我之外, 没有人能知道太速迷石灵, 应该如何出去。 如果你想要我的戒指, 我可以给你。 其实我戒指里面, 也没有多少好东西了。 宁城承认这个骷髅说的对, 他疑惑地问道, 你是上一次太速迷径开启石进来的。 上一次, 骷髅重复了一句, 就安静下来。 过了几分钟后, 他才叹了口气说道, 我睡在这里有六万年了, 六万年前, 我重伤逃进这个地方, 在里面转悠了几万年, 也找到了许多戒指, 知道了这里的情况。 只是这里神灵气虽然浓, 却无法吸收修炼。 你看看周围, 没有神灵草,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宁城听到这里, 立即就吸收了一丝神灵气试试看。 随即他就停了下来, 不能吸收神灵气不是针对他的。 他完全可以吸收这里的神灵气, 将其转为自己的修为。 这应该是玄黄无相功法造成的, 不过宁城并没有说出来。 骷髅继续说道, 我在损耗掉所有的资源后, 只能用秘法夹死。 如果没有人来触动我, 可能我永远也无法醒来了。 宁城取出两株蒲顶天涯, 和一堆神经丢给骷髅说道, 没有丹药, 这里有两株恢复肉身的高级神灵草, 你自己恢复一下吧。 这个骷髅仅仅是失去了肌肉, 原神虚弱而已, 甚至连肉身被毁都算不上, 因为它还有骨骼在。 蒲顶天涯是高级神灵草, 专门恢复肉身用的, 又有一堆神经, 宁城相信它可以很快恢复。 骷髅愣愣地抓住两株神灵草和一堆神经, 竟然不知所措。 他从未见过宁城这样的人, 连条件都没有谈妥, 就拿出高级神灵草帮它恢复肉身了。 蒲顶天涯的珍贵, 它可是非常清楚, 这是不亚于一般道果的存在。 哪怕是太速秘境中, 也不多见。 第0885章, 万千河道, 宁城知道这骷髅被惊住了, 若是在进入太速秘境之前, 不要说两株蒲顶天涯, 就算是一片蒲顶天涯叶子, 对它来说也是可望不可及的宝物。 之前, 它在人面独物守护的神灵草药园中, 可是找到了一百多株蒲顶天涯。 这个骷髅身上的骨骼发出金色, 显然和它一样, 是一个顶级炼体强者。 一个顶级炼体强者, 一株蒲顶天涯, 恐怕还无法完美地让它恢复血肉。 而且宁城感觉这人不是奸华之徒, 绝对不会恢复肉身后不认账。 宁城索性大方一些, 一字拿出了两株, 它是有求这个骷髅。 宁城在太速迷失灵被困住,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它自然知道这里的可怕。 哪怕它可以在这里修炼, 支撑六十万年也没有关系, 它也不想浪费这个时间。 这个骷髅在这里经历了数万年, 说有一套办法出去, 应该是真的。 其次, 它星空体之后的炼体弓法没有, 它还想咨询一下眼前这个骷髅。 骷髅开始用宁城给的东西, 恢复筋血和肉身。 宁城没有继续做无用工四处寻找, 而是在一边等候。 又是几天过去, 宁城看见骷髅南修从临时洞府中出来, 也收起自己的洞府。 走了出来, 此时骷髅南修身上已经有了血肉, 虽然瘦弱无比, 甚至可以用皮包骨头来形容, 却远不是当初的只有一副骷髅的样子了。 骷髅三星身上的气息有些虚弱, 宁城看得出来, 等它恢复后也是一个强者。 多谢朋友真诚相救, 我叫骷髅三星, 原是玄月神门的内门弟子。 南修一上来就对宁城躬身失礼, 眼里全是死里逃生的欣喜。 玄月神门宁城倒是听说过, 太素玉十大宗门之一, 这个骷髅三星的名字也太过怪异了一些。 怪异的事情, 宁城见得多了, 也不在意一个名字。 只是略微有些诧异, 就抱拳说道, 我叫宁城, 能救骑兄, 也是偶然之见。 等骑兄恢复后, 我还要靠骑兄出手呢。 宁城这次没有隐瞒, 说了自己的真名。 骑髅三星看出来了宁城的疑惑, 笑了笑说道, 我出生的时候, 额头有十三颗心芒。 等我睁开眼睛后, 这十三颗心芒就没入看我的身体当中, 我父亲就给我取了这个名字。 宁兄, 你是专程来太素玉十灵的吗? 专程来这里。 宁城白手说道, 不是, 我是被一头人面毒屋追杀逃到这里的。 其实三星震惊地看着宁城, 难道你找到了明空丹圣的药员? 明空丹圣的药员有一头人面毒屋守住, 那人面毒屋的修为早就超越速到强者了。 你怎么逃出来的? 不等宁城回答, 其实三星眼睛就亮了起来。 难怪你能拿出两株蒲顶天涯, 竟然是找到了明空丹圣的药员, 明空丹圣的药员? 宁城疑惑地问道, 其实三星点点头, 对, 如果是人面毒屋守护的, 那就是明空丹圣的药员。 明空丹圣可是顶级的道员丹圣, 当年在太素界的地位超然, 没有人不尊敬他的。 只是太素界神灵草生长缓慢, 越来越不足提供他炼丹需要。 而在太素秘境, 非常适合神灵草的成长。 明空丹圣自费修为, 带着他的受宠人面毒屋进入了太素秘境, 听说就是为了培育神灵草炼丹。 不过, 在他进入太素秘境后, 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宁兄你说, 遇见了人面毒屋? 那肯定是明空丹圣的药员。 宁城心里不由的感叹, 真是什么人都有啊。 竟然还有明空丹圣这种人, 自费修为只是为了进来培育神灵草。 如果换成他, 他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看样子, 那两条毒屋应该是追杀他那条毒屋的后代了。 估计连齐十三星都不知道, 宁城也没有去解释。 看见宁城无语的样子, 齐十三星说道, 也有人说明空丹圣是为了从丹道开辟正道第三步的先河, 也许他失败了。 听到这里, 宁城精神一震, 赶紧问道, 齐兄, 正道是不是真的有第三步? 齐十三星疑惑地看着宁城问道, 宁兄, 你的能力应该也是一个大宗门弟子吧? 难道你师父没有传授给你这方面的东西? 宁城之前只是报了一个名字并没有说出宗门, 齐十三星以为宁城不愿意说, 所以没有问, 根本就没有想过宁城这种能逃过人面独无追杀的修士, 是一个散修。 宁城笑了笑, 我是一个散修, 所以的确是没有人传授这种东西。 齐十三星愣住了, 随即就叹息一声说道, 难怪如此, 正道第三步是肯定存在的, 但是太素杰自从规则破碎后, 是绝对无法跨境第三步的。 所以我只能告诉你, 第三步存在, 如果要走进第三步, 必定要去太一界, 或者是自己拥有和太一界那样的完整规则世界。 我听说在太素界修为道最强大是河道, 河道到底强大到什么程度? 宁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人询问这些东西, 自然想要将自己的不解全部询问出来。 河道? 其实三星叹了口气说道, 其实有些河道并没有你想象中的强大, 河道之路有万千。 虽然河道之路有千万, 在太素界能走上强大河道之路的修饰并不多。 愿闻奇想, 宁城早已忘记了这个时候, 应该出去, 而是取出了一个石墩放在了骑士三星的身边, 然后又取出一个石墩自己坐下。 骑士三星知道, 作为一个散修的艰难, 宁城不知道这些也是正常。 他坐下后说道, 宁兄, 我先简单给你解释一下, 如果这次我们可以从迷失灵出去, 我邀请你去我学阅神门神卷阁翻阅点卷, 这个承诺对宁城来说可是大恩, 一个宗门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藏卷阁。 其实三星能承诺这一点, 一方面代表了他的地位不一般, 另外一方面, 说明他对宁城是真的很感激。 指住了宁城的感谢, 其实三星继续说道, 我说河道并不一定有你想的那么强大, 不是河道本身不强, 而是河道的道路实在太多。 我们最常见的河道途径, 有以身和借道, 以身和气道, 以身和假道等。 我爹告诉我, 这些河道者都不算是志强河道者, 见宁城想要询问, 其实三星白白手, 宁兄, 你也不要问我,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志强河道, 我爹也不知道。 我只能和你说说, 我太速借常见的河道手段。 以身和借道是最常见的, 也是河道后实力最大的。 这是以身化道, 和借面同存, 任何人在他河道的借面, 也是蝼蚁。 但是, 他想要离开河道借面, 不是说不行, 非常艰难。 以身和气道, 是拥有最顶尖的仙天宝物者才可以的。 这种强者将自己的悼念和仙天宝物融在一起, 借助仙天宝物的强大, 问道巅峰。 比起化身借道者, 这种强者可以去任何地方, 比较自由, 但却需要斩去自己的情感, 和仙天法宝融合悼念。 宁城叹了口气说道, 这和气灵有什么分别? 其实三星笑了笑, 这和气灵还是完全不同的, 和道者只是用仙天法宝寄托悼念, 不是气灵。 至于以身和假道, 我爹说这个完全不属于河道, 而是一些强者通过一种手段, 努力靠近河道。 甚至相当于半步河道圣地, 比混元强, 却无法媲美真正的河道强者。 宁城摇了摇头, 这三种河道方式都不是他想要的。 其实三星看见宁城摇头, 和一笑说道, 我们距离河道还有十万八千里, 不用想那么多。 宁城将这些东西抛开问道, 齐兄, 你之前问我是不是专门来这里, 难道这里还有人专门来吗? 其实三星叹息一声说道, 我就是专门来这里的。 一个修士的强弱, 以及这个修士正道后能走多远, 甚至能不能正道成, 除了对道的理解和神缘转换之外, 最主要的就是实海强大, 神识宁炼。 对这点, 宁城倒是赞同, 对, 我同意齐兄的话, 他能远超同阶, 除了他的功法厉害, 心缘宁石之外, 主要就是实海强大。 而且, 实海越强大, 对道法和神通的顿武就越强大。 很多强大的宗门都知道, 太速迷石灵有凝炼神石, 强大实海的办法, 只是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办法。 无数年来, 不知道多少人进入太速迷石灵, 却没有一个人能走出去。 就算是有人找到了办法, 也只能陨落在这个地方。 说到这里, 其实三星再次叹息一声, 有些唏嘘。 虽然宁城救了他, 但能不能出去, 他依然不知道。 这里有宁炼神石的办法。 那我为何没有听说过? 宁城敬意地问道, 其实三星恩了一声, 太速迷石灵本来的名字叫太速迷石灵, 意思是, 进入这里的人都会迷失掉, 最后陨落。 知道的人, 也极少愿意过来。 而且, 这个地方距离传送阵很远, 就算是永恒进修士飞得再快, 也需要三四个月时间过来, 到时候回去, 也需要三四个月时间。 所以大部分修士, 根本就没有时间来这里。 同样的, 这个消息, 也的确是没有多少散修之道。 第0886章, 宁炼第一桥, 宁城点点头, 其实三星这话说的倒是真的。 不可能每个人都有星空轮, 他用星空轮也飞了两个月时间, 换成别的飞行法宝。 三四个月, 到这里并不值得奇怪。 我永恒圆满, 即将速到。 我来太速秘境, 倒并不是, 想要去太速大笔。 我就是为了寻找宁炼神石, 扩大石海的办法。 只是, 哪怕我准备再充分, 也差点陨落在了太速迷失灵中。 若不是我是炼体修士人, 也许我支撑不到今天, 宁城疑惑地插了一句问道。 齐兄, 这里走不出去, 最多是不能修炼而已。 只要有一些神经, 或者是丹药, 应该不至于陨落吧。 其实三星摇了摇头, 等你在这里待上几个月, 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哪怕你的石海再强, 一个月后, 你会陷入幻觉。 然后你总会感觉到, 自己虚弱不堪。 你会不断拿出各种修炼资源, 布置聚灵阵吸收修炼。 可是, 你又修炼不到多久, 最多半天时间, 你会丢弃一切东西, 跑去另外一个地方。 甚至在途中, 你会和根本不存在的 阴晴凝聚的妖物战斗。 而这个地方的神灵器不能吸收, 你甚至会在打斗中, 丢出神经, 布置聚灵阵, 宁城皱起了眉头。 如果真的和齐师三星说的这样, 那的确是任何人, 也无法在这里长远地活下去。 齐师三星叹了口气, 我在这里面挣扎了几万年, 对一些幻境勉强可以抵挡。 倒是你要小心了, 再过一段时间, 你肯定会被影响到。 所以我们要趁你再没有被影响之前, 赶紧离开这里。 怎么离开? 宁城吸了口气, 他不认为齐师三星在骗他。 齐师三星的神情也凝重起来。 他沉声说道, 我在迷失灵中游荡的几万年中, 在其中一个陨落的修士身上, 发现了一枚玉检。 玉检上说, 这个迷失灵中有神石水, 这种神石水可以加入部分神灵草, 炼制成为神水丹。 神水丹就是增加神石和扩展石海的丹药。 这种丹药不但可以扩展石海, 还能避免修士在迷失灵迷失。 在迷失灵中最怕的就是迷失, 一旦不迷失, 以我们的实力终究可以找到出路。 那你之前是如何游荡几万年呢? 宁城沉声问了一句, 其实三星脸上的干皮抽动了几下, 缓声说道, 那不是人过的日子, 每过一个月我都会陷入疯狂。 然后我在疯狂中耗尽自己的力量和神石, 最后晕倒。 一次又一次, 永无止境一般。 我强大的身体, 让我在这种可怕的折磨中活了下来。 而我醒来后, 前面所有关于迷失灵出路的推断都会模糊掉, 然后我继续开始。 到了最后, 我知道这样下去没有任何意义。 我不再去推断出路, 而是反复不断地记忆那些重要讯息, 比如神石水的消息, 神水丹的消息, 比如幻觉。 你为何不用预检将这些东西刻画下来? 就好像你得到神水丹消息的预检一般。 宁成疑惑地问道, 其实三星摇了摇头, 你刻一枚预检试试看, 就知道为什么了。 宁成立即取出一枚预检, 将其实三星刚才说的话刻上去。 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对, 他前面刻的东西, 后面就消失不见了, 这里面竟然无法刻预检。 我怀疑我得到的那枚预检, 是那修士在外面带进来的。 而且, 那个修士是一个炼丹者。 他进来应该也是寻找神石水, 估计他是没有找到, 结果也只能陨落在迷石灵中。 其实三星没有在一凝城收起预检, 在这里面不能刻东西。 他早就知道, 太速迷石灵, 神石水, 神水丹, 明空丹圣, 神灵要元, 凝城的脑海中无缘无故地出现了这些毫不相干的东西。 他忽然想到, 那明空丹圣自费修为, 是不是为了重新凝炼神石, 开辟新石海。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明空丹圣会不会也是陨落在了太速迷石灵? 其实三星不知道凝城的思想转化这么快, 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们都不是丹神, 也没有丹方。 我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 我们全力寻找神石水。 我不要求神石水, 在没有炼丹之前就有效果, 只要神石水, 能让我们不在这里面迷失, 就有办法出去。 凝城本想说自己是一个速道丹神, 不过想到神水丹这种丹药, 估计他区区一个刚刚晋级的速道丹神, 也炼制不出来, 更何况还没有丹方。 若是在迷失之后, 我们还没有找到神石水呢? 凝城问道, 其实三星又爱了一生, 那我们只好等迷失重新醒来后, 继续开始了。 也许到了最后, 你也要和我一样, 化成一具骷髅等后面的人来救。 因为每次迷失醒来偶, 就好像被无数东西啃过一遍, 人会受一圈不说, 石海中阴气还会增加许多。 等清醒后, 第一时间要将这些阴气驱出。 凝城祭出一杆长枪, 指着面前的一个巨大的石峰说道, 我先将周围的这些石峰全部扫平, 开阔一些,千万别这样。 不等凝城将话说完, 其实三星就拦住了凝城, 这些石峰中没有神石水。 而且一旦这样做, 马上就会迷失掉。 根本就不会等你将石峰完全轰碎, 那你有好的办法。 而且, 你怎么知道石峰中没有神石水? 凝城看着其实三星问道, 其实三星摇了摇头, 在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用秘术打破过几个小的石峰, 里面确实是没有神石水。 而且攻击石峰, 陷入的幻境更强, 迷失的时间也更长。 我的办法就是和之前一样, 慢慢在里面寻找神石水, 说到后面, 其实三星自己都觉得底气不足。 他都找了几万年了, 不要说神石水, 就连一滴水都没有找到过。 凝城一看其实三星的表情, 就知道他没有底气。 况且, 他在这里面早已转了几天, 知道这样下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迟早都要轰破这些石峰, 还不如趁现在精力旺盛的时候攻击。 齐兄, 我是一定要试试看的, 你先让一下。 如果不试试这些石峰, 我不能安下心来慢慢寻找神石水。 齐师三星见凝城语气很是坚决, 知道他不能阻止凝城, 只好说道, 你等等, 我先将自己弄晕了。 你再动手, 免得你将我当成对手。 说完, 他果然跑到之前的洞府中躺好, 然后瞬间封闭了一切感官, 这几乎和晕了差不多。 凝城也不去管齐师三星, 他吸了口气, 寄出长枪, 对准其中一个数百丈高的石峰, 轰了下去。 星园卷动下, 空间发出嗡嗡阵响动, 眼看一道撕裂开周围空间的力量, 就要落在石峰之上。 凝城的神石忽然一顿, 就连石海都多了一层阴影。 似乎有一种东西, 和他的石海形成了共鸣, 让他石海受到了影响。 无穷无尽的阴气突兀在地下卷起, 形成了一只又一只的妖兽, 扑向了凝城。 强大的压制力量传来, 凝城轰向石峰的星园力量, 呼得疲软下来, 就好像变成了跟小草抚摸在石峰上一般。 因为骑士三星的提醒, 凝城早有准备, 那无穷无尽的阴气从地下席卷上来, 化成阴气妖兽的时候, 凝城就将这当成幻觉了。 他死死地守住石海, 甚至主动让玄黄气息不断在石海中冲刷, 就是怕自己彻底地陷入幻觉。 让凝城惊害的是, 无论玄黄本源气息如何在石海中冲刷, 他的石海依然越来越暗淡, 阴妖的攻击也越来越大。 如果不是他的石海太过强大, 他说不定都陷入了疯狂的反攻当中。 这种感觉让他想要祭出各种神通, 将这些阴妖灭掉。 不过他没有骑士三星说的那种 一定要布置距离阵的错觉, 这应该是他可以吸收这里的神灵器 还有星空石海造成的。 一道道石光轮被凝城轰出去, 这种幻觉太真实了, 真实地让凝城不敢停下反击的手段。 阴妖似乎无穷无尽, 哪怕是石光轮灭杀再多, 阴妖依然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 凝城的石海越来越维靡, 石海中更是暗淡, 就好像有许多外敌入侵了一般。 不但如此, 他的星园更是即将消耗殆尽。 不对, 凝城突兀地反应过来, 这不全是幻觉。 这当中有幻觉, 但这些阴妖肯定是真的。 不要说他一直在用玄黄本源气息冲刷石海, 就是他一进入这里的时候, 就感觉到了阴寒气息。 凝城终于明白那些骨骼是怎么来的了, 一旦受到幻境和真实的联手攻击, 最后势必会昏迷过去, 这些阴妖就会不断吞噬昏迷修饰的血肉。 其实三星因为是炼体修饰, 所以血肉很难被这些阴妖吞噬动, 这才坚持了这么多年。 阴妖攻击的时候, 石海受到共鸣影响, 的确是幻觉。 不过凝城愈发肯定, 至少这些阴妖不是幻觉。 想清楚这一点后, 凝城抬手就抓出了七桥借书, 七桥借书寄出同时他手一盏, 神通第一奈河桥。 模模糊糊的第一桥石碑再次显现出来, 一个比之前对付人面独物模糊太多的惨白石拱桥, 也慢慢出现。 这次凝城没有去燃烧精血, 这些阴妖只是多, 实力和人面独物比起来, 差得太远了。 第一奈河桥一寄出, 阴风就呼啸而起, 模糊血河滚滚流淌。 那些阴气形成的阴妖, 犹如遇见火焰的飞蛾一般。 疯狂地扑向了第一奈河桥。 第一奈河桥上再次传出隐约的声音, 生不回, 死不退, 一入奈河永不归, 不忘乡, 不轮回, 唯有血和洗灭罪。 随着这声音传出, 那些阴气凝聚的阴妖扑上去的更是疯狂。 此时根本就不用凝城鼓动星园神石, 第一奈河桥就自动慢慢清晰起来。 扑进去的阴妖气息越多, 第一奈河桥就越清晰。 看着眼前无数明知扑进去必死, 依然前扑后继的阴妖, 凝城喃喃自语, 原来七桥神通是通过这种办法凝炼的。 第0887章, 神石水, 凝城欣喜地看着越来越清晰的第一桥, 心里幻想着到时候将它的第二桥, 第三桥都慢慢地凝食起来。 如果五桥都凝食起来, 就算是在遇见那个毒吾, 它总可以从容逃掉吧。 幻想终究是幻想, 眼看第一桥游须辨识的关键时刻, 那无穷无尽的阴妖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一桥的凝食就此顿住, 周围的幻境消失了, 阴气也溃散一空。 石灵依然是石灵, 远处七十三星依然昏迷在洞府中, 没有任何变故。 凝城微微皱眉, 如果没有阴气幻化的阴妖出现, 那就意味着它的奈何第一桥 无法真正地凝食起来。 有些不甘心的凝城没有收起奈何第一桥, 依然鼓动长枪对准之前的石峰轰了下去。 同样狂暴的星园, 同样狂暴的力量。 唯一不同的是, 这次长枪毫无意外地轰在了石峰之上, 没有任何幻境出现, 也没有任何阻拦阴气。 轰, 的一声巨响, 数百丈的石峰被凝城这一枪轰成碎片。 凝城的神石在被他轰碎的石峰碎片上扫了一遍, 除了碎石之外, 再没有别的东西。 不要说神石碎, 就连神灵气都没有聚集一丝。 收起七桥借书, 凝城走到一个千丈高的石峰之前, 又是一枪轰出。 果然这次那种阴气再次突兀卷起, 凝城的长枪陡然一顿。 这次凝城早有准备, 不等他的石海受到影响, 奈何第一桥就寄出。 无穷无尽的阴气, 根本就形成不了任何强大的阴妖, 都是刚刚形成阴妖, 就被奈何第一桥吸收走。 这次不是那些阴妖前扑后继地铺上奈何桥, 而是奈何桥主动吸收了这些阴妖, 以及周围卷起的阴气。 再次吸收了无穷阴气, 奈何第一桥桥面终于凝湿起来。 惨白色的石桥铺开, 一种掌控一切的念头充彻在凝城的意念中。 凝城吸了口气, 正想走上奈何桥看看自己对这个神通的掌控。 他还没有跨出脚步, 那滚滚卷出的阴气就消散得一干二净。 这是怎么回事啊? 奈何第一桥这次吸收的时间比上次更短, 才刚刚开始没多久, 阴气和阴妖就没了。 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凝城还是一枪将这千丈高的石峰轰碎, 石峰里面依然没有神石碎。 难道每一个石峰都只有这一点点阴气? 凝城没有停下, 又一枪轰在一个数百丈高的石峰之上。 这一次更是让凝城失望, 这数百丈高的石峰被凝城轰碎后, 一丝阴气都没有出来。 一个时辰后, 凝城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只有他轰开更高的石峰, 才有阴气席卷。 他轰碎千丈石峰后, 接下来千丈以下的石峰就再也没有阴气, 只有轰开比千丈更高的石峰才行。 就算是这样, 每次卷出的阴气也是越来越少。 凝城一枪轰破一个三千丈的石峰, 也没有阴气卷出的时候, 他知道再轰下去没有任何意义了。 这里绝对是一个超级大能震道师布置的阴气患阵, 没有阴气卷出, 估计就是为了避免被他这种人占了便宜。 凝城摇了摇头, 他准备收起长枪, 将骑士三星叫醒。 没有了迷幻阵, 他和骑士三星想要离开迷石灵, 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一丝芬芳的香味吸引了凝城, 他的神石扫过刚才被他烘碎的三千丈十分钟, 立即就找到了发出香味的地方。 散发出香味的东西, 是一个和鸡蛋一般大小的黑色石头。 凝城一步就跨了过去, 将这黑色的石头捡起。 入手居然是软的, 就好像一个软壳蛋一般, 柔和无比。 一种极为舒适的感觉渗透进他的石海, 让他的神念多清凉了一些。 这肯定是神石水, 凝城惊喜不已地看着手心软软的东西。 之前轰碎了几十个山峰, 他都没有看见神石水。 没想到, 在他也以为神石水不在石峰中的时候, 他找到了神石水。 凝城取出一个玉盒, 小心地将这神石水装起, 开始疯狂地轰这里的石峰。 接连两天时间, 凝城有选择性地轰开了上千座石峰。 除了那个三千丈的石峰, 得到一块神石水之外, 他在这后来轰开的石峰中, 再也没有看见任何神石水。 这其中, 他也轰碎过三千丈左右的石峰, 依然是没有神石水。 凝城摇了摇头, 看样子, 这神石水不是想得到就得到的。 还是去看看其实三星有没有醒来, 然后一起想办法离开这里。 明兄, 你竟然没有迷失? 凝城刚刚转头, 其实三星就走了过来, 一脸惊异地看着凝城。 然后不等凝城说话, 他又更是震惊地看着凝城的前后左右。 你都轰碎这么多石峰了? 怎么会没有迷失? 凝城懒地回答他, 抬手一枪砸出, 然后说道, 看看, 这里的石峰轰碎再多, 也没有什么影响了。 他是不想将七桥神通说出去, 其实三星人虽然不错, 毕竟才刚刚认识。 七桥神通一旦泄露, 谁知道会有多少人觊觎。 凝城的话突兀地顿住, 他从刚才轰碎的石峰中间, 又看见了一小团黑色东西。 淡淡的芳香散开, 凝城入眼就认了出来。 这正是和之前他收起来的东西一样, 神石碎。 没有理会七十三星, 凝城一步冲了上去, 将这块神石碎再次抓在了手中。 这块神石碎比之前的那块要小一些, 同样是漆黑一团, 软绵绵的。 凝兄, 这。 七十三星也急急忙忙地走到凝城面前, 指着凝城手中的黑色软绵石块, 这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来, 这难道就是神石碎? 凝城黑黑笑了笑, 将手中的神石碎放在七十三星手中说道, 恭喜你答对了, 这就是神石碎。 实话告诉你, 神石碎就在这些石碎中, 这些石碎有的有, 有的没有。 我烘碎了上千的石碎, 这才得到两。 凝城的话再一次顿住。 他在说话的时候, 神石就覆盖了自己烘碎的一堆石碎。 当他重新看着上千个石碎的时候, 感觉到有些不对。 他是一个神证师, 对阵法研究很透彻。 神石覆盖到这些被他烘碎的石碎群中, 他发现自己得到神石碎的两个石碎位置, 很是诡异。 似乎和迷幻镇镇基位置类似, 又有些不同。 凝兄, 你没事吧? 见凝城发呆, 七十三星连忙问了一句。 凝城摆了摆手, 对七十三星说道, 我要在这里参悟一下迷失灵中的镇基, 你继续轰石碎, 一旦找到神石碎, 就在原地布置一个记号, 然后告诉我。 七十三星张张嘴, 想要劝说凝城不要做这种无用功。 他也是精通镇法的, 说要在这里参悟阵基, 七十三星的花到嘴边, 却咽了下去。 之前, 他也劝说凝城不要轰石碎。 事实上, 凝城不但轰了石碎, 还在石碎中找到了神石碎, 看样子, 他的想法也不一定全部正确。 好, 我去寻找神石碎, 找到了马上就告诉你。 七十三星一一不舍地, 将手中的神石碎还给凝城, 然后精神抖擞地祭出了自己的法宝, 显然他相信自己肯定可以找到神石碎。 凝城收起神石碎, 没有管七十三星, 就在原地坐下, 开始参悟周围的石灵镇基。 之前是凝城轰这些石碎, 七十三星昏迷。 现在是七十三星轰击这些石碎, 凝城闭关参悟镇基。 七十三星的运气比凝城差多了, 他不知道轰碎了多少石碎, 直到第十天才找到一块神石碎。 就算是这样, 他欣喜的声音也是夸张无比。 好在在这之后, 七十三星的运气好了一些, 第十六天他找到了第二枚神石碎。 一个月过去, 他已经找到了五枚神石碎。 看见凝城依然在闭幕推算, 七十三星决定到时候留个几块给凝城。 凝城却在这个时候站了起来, 他得到两枚神石碎, 七十三星得到五枚神石碎。 这七枚神石碎的位置, 已让他有了一个模糊的印象。 或许他的能力远远不能布置起来, 这个巨大的迷幻症。 他可以通过自己这一个多月的推算, 找到拥有神石碎的阵积位置。 齐兄, 不用做无用功, 这个十分钟没有神石碎。 在七十三星再次准备轰碎一个数百丈石碎的时候, 凝城阻止了他的动作。 七十三星不解地看着凝城, 我还没打破这石碎。 你怎么知道没有? 他可不相信, 凝城的神石能渗透进这些石碎, 这种石碎隔绝神石的力量远远强于他们的修为。 凝城笑了笑, 我找到了规律。 说完, 凝城祭出长枪在相距七十三星数十丈远的一个地方, 一枪轰在一个只有十几丈高的石碎上。 石碎坍塌, 一枚漆黑的神石碎呈现在两人的眼前。 七十三星呆滞地看着这枚漆黑的神石碎, 好一会才看着凝城惊叫道, 凝兄, 你发了? 你一定要记得我呀。 凝城的确是发了, 在找到神石碎位置的规律后, 他和七十三星在短短的十几天就挖出了一百多枚神石碎。 就算是有轰错的, 也不会错得多离谱。 咦? 这里又有一句骷髅, 凝城停了下来, 他看见了一个甚至还有些皮在身上的骨骼。 自从他找到了神石碎出现的规律后, 他就没有看见过骷髅了, 更不要说这么完整的。 七十三星也走了过来, 他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地上的骷髅, 忽然叹息一声说道, 我知道这个人是谁。 第零八八八章, 出去的办法, 不等凝城询问, 七十三星就说道, 他就是明空单圣, 你说就是那个用人面独无, 看守神灵草药园的明空单圣? 凝城惊异地问道, 七十三星点点头, 没错, 就是他, 他是太宿界第一单圣, 他身上的道袍就是第一单圣道袍, 而且他从来不戴戒指, 用的都是手镯。 真没想到, 明空单圣竟然陨落在这个地方。 看样子, 他进来这里也是为了神石碎。 凝城果然发现这个骷髅手腕上, 只有一枚手镯, 手指上也没有戒指。 明空单圣的手镯肯定有很多好东西, 他是凝兄发现的, 凝兄你收起来吧。 他的这件单圣道袍也很了不起, 比我的这件衣服好了万倍, 价值连城, 凝兄你也可以收起来。 其实三星出身玄月神门, 虽然也很想要明空单圣的手镯, 却比一般的修士理智很多。 凝城收起了明空单圣的手镯, 却并没有动他的单袍, 而是直接在原地挖了一个墓地, 随手练制了一个玉冠, 将明空单圣放入玉冠送入墓地。 做完这些后, 凝城又练制了一块 刻有太宿界第一单圣, 明空单圣之墓, 受惠之人凝城里的墓碑, 数在了墓前, 在躬身拜了三拜。 见其是三星不解。 凝城指着墓边的一个石峰说道, 这个石峰中应该有神石碎, 不过既然这里是明空单圣的墓碑所在, 我们去下一个地方。 好。 其实三星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凝城的话。 两人按照之前的路线, 刚刚跨出三步, 眼前忽然一亮, 那迷迷茫茫的石灵消失得无影无踪。 出现在两人之前的是一望无际的荒野, 远处甚至还有神灵气波动气息。 我们出来了。 其实三星明白过来, 他第一想法不是赶紧就走, 而是赶紧回头。 迷失灵中这么多神石碎, 而且跟在凝城一起, 迷幻症根本就影响不到他, 傻瓜才愿意这么早就出来。 进不去了。 凝城皱着眉头, 看着后面也是一望无际的荒原。 在他们背后, 哪里还有迷失灵? 哪里还有石峰? 其实三星也反应过来, 惊叹一声, 好厉害的幻阵。 凝兄, 如果不是你, 我恐怕再有六万年也走不出来。 哎, 可惜了明空单胜, 只差三步就可以走出来了, 他竟然陨落在里面。 有时候, 生和死真的只有三步的距离。 凝城漠然不语, 如果他没有七桥神通, 他恐怕一样会陨落在迷失灵中。 就算是玄黄本源气息 可以保住他一时清醒, 在那种迷幻症和阴妖之下, 他的死海迟早会暗淡掉。 也就是说, 他迟早会和七十三星一样 倒在迷失灵中, 最后和明空单胜一般 成为一具骷髅。 走吧, 我们将神石髓 和明空单胜手镯中的东西分一下。 凝城拍了拍 还在感叹中的七十三星。 凝兄, 我的命是你就得。 你又是一个炼丹师, 那手镯我不要了。 神石髓你, 给我十枚就好。 多的, 七十三星正色说道, 他很清楚, 自己的小命是凝城旧的。 能走出迷失灵, 也是因为凝城。 而且能找到这么多神石髓, 可以说, 完全是凝城的功劳。 凝城笑了笑, 他和七十三星在一起闯荡了一两个月时间, 早就知道七十三星的秉性。 七十三星不是一个奸华之人。 你以承戴他, 他必定以承戴你。 至于神石髓要多了没有用, 这完全是安慰的话。 这东西肯定是越多越好, 怎么可能没有用? 凝城取出三十枚神石髓, 递给七十三星。 齐兄, 我准备炼制神髓丹, 所以我就多拿一些。 听到凝城要炼制神髓丹, 七十三星眼睛一亮, 紧紧取了五枚神石髓。 凝兄, 我只要十枚, 另外五枚留在你这里。 如果你真的炼制成了神髓丹, 记得分给我五枚分量的。 如果失败, 那就算了。 听到七十三星这么说, 凝城也没有推辞。 他相信自己可以炼制成功神髓丹, 索性将其余的神石髓收回来说道, 好, 那我炼制成功了, 就去送给你。 你进入太速秘境, 估计也有半年多的时间了吧。 我们现在一路回去, 一路寻找神灵草。 估计正好到出口的地方, 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其实三星, 心情非常不错。 他猜测, 凝城之所以进入太速秘境, 肯定是为了寻找神灵草。 因为凝城自己说了, 他是一个炼丹师。 凝城犹豫了一下说道, 骑兄, 我可能需要你的帮忙。 你看看能否帮上, 如果不行的话, 我再想办法。 其实三星听到凝城的话, 语气马上就有些不愉快地说道, 凝城, 我也不叫你凝兄了。 我们两个是在太速迷失灵里面, 经过生死的交情。 你说这话是对我有戒心, 不够爽快。 凝城笑了笑,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也懒得叫你骑兄, 十三星这个名字也不错。 其实三星听到凝城的话, 心情更是不错, 快说吧, 如果要我帮忙打架, 那是最好不过。 几万年过去, 我都没有好好地打上几回。 嘿嘿, 我都迫不及待了, 说话间, 骑士三星甚至还不断地搓着手, 配合他柔弱不堪的身体, 看起来实在有些好笑。 不是打架, 是我得罪了一个人。 我估计, 那个人会在太速密镜关闭的时候, 在外面等我。 凝城摇了摇头说道, 骑士三星哈哈一笑, 那就更简单了。 到时候, 我十三星突然出马, 我看谁敢找我兄弟啰嗦, 谁敢啰嗦, 我就一巴掌拍死他。 他有底气说这个话, 对方就算是十大宗门的弟子, 他也敢这么做。 恐怕不行, 因为这个人叫蛮惠山, 听说还是一个龙弟, 凝城有些苦恼地说道。 其实三星张大嘴巴看着凝城, 过了好一会, 这才刻巴地说道, 你说你得罪了蛮惠山? 你怎么可能和他有关系? 人家是道元圣地啊? 一巴掌拍死蛮惠山? 就是他老爹也不敢这么说吧, 蛮惠山一巴掌拍死他, 其实三星还差不多。 凝城无奈地揉了揉头发, 叹了口气, 哎, 如果可以的话, 我才不愿意惹这种人。 我惹上这家伙, 完全是无妄之灾。 不是满九任要灭掉玄黄新路, 他怎么可能和满慧山结仇? 其实三星已是冷静下来, 他安慰了一句说道, 不用担心, 我请我爹出马, 去泰素海说个情, 肯定不会有事情。 这应该也不行, 我是杀了满慧山的儿子满九任, 说情恐怕也很难。 其实三星气洁地看着凝城, 他见过胆大包天的, 却从未见过凝城这样胆大包天的。 连满慧山的儿子, 你也敢杀? 这是吃了什么胆子? 足足过了几分钟时间, 其实三星才无语地说道, 你将过程说给我听听, 我们一起想想办法。 凝城感觉到, 其实三星是真的想要帮他, 他这才将自己和满九任的仇恨完全说了出来, 只是隐瞒了五色猎星剑。 事实上, 如果七十三星只要稍微流露出不想帮忙的意思, 凝城就会另外想办法。 听完凝城的话后, 七十三星早已将满慧山的强大丢在了一边, 这小子敢在秘境中算计你, 被你杀了是活该。 况且, 满慧山也不知道是你杀的, 所以你不用急, 我肯定可以想出一个办法。 咦? 凝兄若是留在我的小世界中, 凝城打断了七十三星的话, 没有用的, 不要说小世界, 就算是真灵世界, 恐怕也无法避过满慧山, 凝城说着也停了下来, 真灵世界中如果有人的话, 的确是没有办法避过道元强者的探查。 可是, 如果有三千弱水遮掩住这个真灵世界, 那又如何? 想到凝城就毫不犹豫地说道, 十三星, 我有一个真灵世界, 同时, 我还有一滴三千弱水。 等出去的时候, 我进入真灵世界, 然后用三千弱水遮掩住真灵世界的气息。 你将这个真灵世界带出去, 那就没有问题了。 尿啊! 其实三星一拍手掌欣喜地说道, 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现在我们去寻找神灵草, 出去的时候, 我带你一起。 好, 可惜的是, 这样一来, 我就没有办法去参加太速大笔。 凝城略意犹豫, 就同意了七十三星的话。 不能参加大笔和小命比起来, 孰轻孰众, 凝城自然分得清楚。 对别人来说, 进入真灵世界, 是将自己的小命送到别人手中, 不过凝城有底牌。 他相信自己不会看错人, 退一步说, 就算是他看错了, 他也能自爆真灵世界。 有玄黄珠在, 自爆一个真灵世界, 他不会有事, 唯一的缺陷就是会暴露玄黄珠。 你是想去域外神拳转化神源? 其实三星一听到凝城的话, 就明白了凝城的意思。 凝城点头说道, 是的, 其实我来太速秘境, 才开始并不是为了神灵草而来。 而是我想要去域外神拳转化神源, 这才进来的。 第零八八九章, 单地集合, 其实三星哈哈一笑, 这没问题, 我帮你去参加太速大比。 哪怕我几万年被困在迷失灵, 实力下降的厉害, 也不见得就夺不到前十了。 难道你不需要转化星源? 凝城疑惑地问道, 其实三星黑黑一笑, 当年进入太速秘境之前, 我都早已将星源转化为神源了。 若不是被太速迷失灵困住几万年, 我现在是速到圣地。 凝城听了心里大喜, 赶紧说道, 那再好不过, 等会我将那些神灵草给你。 只要树木能达到前十, 就可以夺得一个进入太速大比的名额。 其实三星白手说道, 据太速大比的名额, 我找我老的要就是, 我担心的是, 万一不能夺得前十, 让你进不成域外神权转化星源, 就不好了。 若是其实三星自己, 他倒是无所谓。 但他看得出来, 凝城对进入域外神权很是在意。 如果因为他的原因, 造成凝城进不去域外神权, 那可真的对不起人。 凝城笑了笑, 十三星, 太速域总共参加太速大比的名额也才一百。 我相信你玄阅神门对参赛名额也很是在意。 我的名额还是通过神灵草的办法取得, 这样既不得罪你的同门, 将来也让人无话可说。 其实三星明白凝城的意思, 凝城是不想让他难以做人。 哪怕他老爹是宗主, 他这样随随便便地拿走宗门的参赛名额也是惹人闲话。 好在他知道, 凝城的神灵草多多, 也赞同地说道, 那就按照你的意思办吧。 凝城随手取下自己的面具, 十三星, 这是我的本来容貌。 别到时候, 你不认识我, 那可就笑话了。 看见凝城取下一容面具法宝, 七十三星忽然正住了, 他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 凝城拍了一下七十三星, 喂, 你没事吧? 七十三星嘿嘿一笑, 你的这束容貌顺眼多了, 之前你的样子看起来就有些凶悍。 不过, 我倒是想起了一个更好的办法, 让你自己可以去参加太速大比。 说话间, 七十三星取出一个玉平地给凝城, 我这里有一枚异形丹, 这是一个遇到丹神炼制出来的, 可以让你改变容貌三个月时间, 就算是遇到圣地也分辨不出来, 等等。 凝城打断了七十三星的话, 十三星, 这恐怕不行。 第一进入太速秘境的人都是有身份的, 哪怕是你也有自己的身份, 我易容成谁? 第二那盲会山可不是遇到, 而是道元强者。 等会出去后, 甚至还有混元强者, 这有些不妥。 别担心, 身份有的。 当年我和太速宇的八级丹地姬河一起进入秘境, 一起找到太速迷失灵的。 后来我们都在太速迷失灵中迷失, 彼此之间失去了联系。 数年后, 我找到了姬河的遗骸。 我在他的遗骸中找到了丹会的身份牌。 可惜的是, 他的戒指我没找到。 说话间, 七十三星拿出了一枚青色, 不知道什么材质炼制成的牌子递给凝城。 这是八级丹地的丹会身份牌。 对了, 你的炼丹水平达到八级丹地了吗? 凝城点点头, 八级丹地他早就过了, 现在是一个真正的速到丹神。 他接过牌子, 反复看了半天, 也没有看出这是什么材质炼制而成的。 只看见牌子上刻了八颗星, 还有丹会的一些标志之类。 其实三星见凝城反复看牌子, 想到凝城才来到太速界, 立刻解释道, 在太速语。 丹会的实力很强大, 比气会、 福会、 震道联盟的实力都强大。 只要达到丹地, 身份牌就是青色的。 七级丹地淡青色, 八级丹地青色, 九级丹地是深青色。 如果晋级丹神, 身份牌的颜色就是蓝色或者是紫色了, 颜色也有浅到深分开。 速到丹神是浅蓝色, 混元丹神就是紫色了。 至于深紫色的普通丹圣, 或者是金色的高级丹圣, 那是从未有过的。 这个办法的确是好, 只是气息无法隐藏。 我根本就没有见过那个积核, 也无法感知它的气息。 太过冒险。 宁成还是摇了摇头, 将丹会的身份牌还给七十三星。 宁成有把握将异形丹的气息完全遮掩掉, 甚至连道元强者也看不出来。 但是他没有办法模拟积核的气息, 只要合积核稍微认识地修饰, 他就躲不过去。 七十三星嘿嘿一笑, 你不用担心, 我有积核的修炼功法。 这不是还有几个月才出去吗? 几个月时间, 你只要稍微感受一下他功法的气息, 出去后就不会被认出来。 以我的身份, 你有积核修炼的功法? 宁成欣喜地问道, 如果有功法的话, 他根本就要不了几个月。 以玄黄无相的强大, 他肯定自己只要十几天时间, 就完全可以将他的气息模拟成积核的。 当然, 七十三星取出一枚预检递给宁成, 我和积核关系很好, 这是我们互相交换的东西, 我给了他一门很好的神通。 哎, 可惜了, 宁成接过七十三星的预检, 他明白, 七十三星为什么要和积核交换功法了。 这个七十三星, 的确是够朋友的一个人, 他明明不需要积核的功法, 但是他知道积核需要他的神通, 这才想出办法和积核交换。 只有这样做, 才不会让积核觉得愧疚。 之后的几个月, 宁成和七十三星一边往回赶, 七十三星一边告诉宁成有关积核的事情。 积核是一个散修, 却有强大的炼丹天赋。 后来进入太素语, 成了卫丹会成员后, 他帮助很多家族炼丹, 过得也很不错。 其实三星就是私人找积核炼丹, 两人认识的。 当宁成听到积核还有一个未婚妻的时候, 脸色有些难看起来。 八级丹帝在太素语的却算不上什么, 但是积核有发展成为丹神的潜力。 一个家族要和积核联姻, 显然也是看中了积核的潜力。 万一他出去后, 被这个联姻家族缠住, 可是不妙。 见宁成脸色不好看, 骑士三星哈哈一笑, 拍了拍宁成说道, 你不用担心, 积核消失在太素密经六万年, 估计没有人会认为他还活着。 那个和他联姻的家族, 是看中了他的恋丹天赋, 可没什么爱不爱的。 积核消失了几万年, 人家说不定连小孩都有了, 哪里会记得, 你这样一个名不经传的散修。 宁成想想也是, 一个八级丹帝, 在太素语, 还真的算不上什么。 更何况几个月后, 他都可能进入狱外神圈了。 在骑士三星的帮助下, 短短几个月时间, 宁成对姬和有了一定的了解。 几个月时间, 宁成和骑士三星两人 不但得到了大量的神灵草, 距离出口的传送阵也是越来越近。 更让宁成放心的是, 人面独无一直没有追过来。 在距离一年之期, 还有一个月的时候, 宁成服用了一行单。 现在他有骑士三星的帮助和提醒, 易容姬可是越来越像。 越靠近传送阵的位置, 一路上遇见的人也越来越多。 十三, 如果一年时间到了后, 留在这里面不出去, 会如何? 宁成看着很多人都网传送阵触感, 疑惑地问道。 若不是在特定的地方, 比如迷失灵这种地方, 那只有一个结局, 被压制而亡。 听说修士留在这里面, 时间超过一年, 承受的天地压力也会渐渐增大, 而且再也吸收不到任何神灵气。 骑士三星凝重地说道, 咦? 你是悬跃神门的骑士三星? 一个静异的声音响起, 很快一名灰衣男修停在了宁成 和骑士三星的面前。 骑士三星打亮了一下眼前的修士, 点点头说道, 没错, 我就是骑士三星。 这个修士他根本就不认识, 想必是曾经见过他的。 你在这里面待了六万年。 这修士似乎对骑士三星很是了解, 张口就说出了, 骑士三星子在太宿秘境待了多少年。 说完, 他根本就不等骑士三星回答, 又将目光落在宁成身上, 笑了笑, 这位想必就是八级丹地鸡胡了。 这些年过去, 鸡和丹地应该更上层楼了吧。 宁成没有理会这灰衣修士, 这灰衣修士是一个半步速到强者, 他的眼光闪烁, 显然是要打他和骑士三星的主意。 也是, 他和骑士三星两人在太宿秘境里面待了六万年。 在对方看来, 恐怕身上的神灵草用戒指都装不下去了。 而且他和骑士三星看起来, 修为都没有半步速到, 骑士三星的元气都没有完全恢复。 虽算不上皮包骨头, 看起来依然有些弱。 宁成, 这家伙想要打劫我们。 如果我没有猜测的话, 他应该是一个半步速到强者。 骑士三星的传音即逝到了宁成耳边。 宁成点点头, 对这名半步速到修士抱拳说道, 不知道朋友是哪一个宗门的。 灰衣修士嘿嘿一笑, 我是一个散修, 仅仅说了几个字, 这灰衣修士的领域突然爆发开, 瞬间就笼罩住了宁成和骑士三星。 同时, 一面巨大的红色大网从空中落下。 第0890章 第一桥的威力, 两位在这里面待了几万年, 想必身上有些好东西。 我想要借一点, 灰衣修士见自己的领域, 轻松就罩住了宁成和骑士三星。 语气一样地轻松起来, 领域束缚住宁成和骑士三星, 大网也落了下来, 他还不放心。 一柄巨斧卷起万千浮影, 披向了在他领域中的宁成和骑士三星。 领域一出, 就能束缚住了宁成和骑士三星, 他并不觉得奇怪。 宁成和骑士三星毕竟才永恒静而已。 两个永恒静修士, 想要在他一个半步速到突然出手的情况下逃走, 那就别想了。 骑士三星的确被惊住了, 他在感受到灰衣修士动手的同时, 就想伸展领域抵抗住, 然后拉宁成退走再说。 只是他的实力才恢复了一半都不到。 这一下, 竟然没有挣扎开, 直接被灰衣修士束缚住。 焦急之下, 骑士三星正想招呼宁成一起燃烧精血, 挣脱灰衣修士的领域束缚, 却看见灰衣修士的红色大网和巨斧落下。 灰衣修士如此果断地一开始就全力出手, 显然是打了速战速决的想法。 骑士三星叹了口气, 他和宁成两人加起来的实力, 和这灰衣修士相差太多了。 在骑士三星准备拼命的时候, 忽然感觉到周围一亲。 随即他就感觉到宁成的领域狂压了出去, 宁成的领域竟然隐隐压制住了灰衣修士的领域。 其实三星顾不得震撼宁成怎么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领域赶紧伸展出去, 帮衬宁成的领域压制。 咔咔的领域碎裂声音传来, 下一刻, 宁成的长枪就卷起了一道道枪纹轰出。 宁成当初就是用斧的, 他对斧衣太了解了。 无穷无尽的枪纹, 犹如平湖荡开来的水浪, 直接将那红色的大网挡住。 而长枪却和灰衣修士的巨斧轰在一起, 磅礴无边的枪翼和淹没在巨斧之中, 卷起一阵阵的轰鸣。 恐怖的元气爆裂声中, 宁成已经带着骑尸三星从顿制的红网之下倒飞出去, 而那灰衣修士同样的倒飞了出去。 一道千丈长的沟壑出现在枪斧交击的下方, 这道沟壑完全是元气炸开的, 两人都没有用神通。 灰衣素到修士不敢相信地看着宁成, 一个永恒净修士怎么可能这么强? 在他看来, 宁成甚至连永恒后期都不到。 他的确是没有用神通, 不过对灭掉两个元气大伤的永恒净修士, 他用得着祭出神通吗? 这个击合听说是一个炼丹师, 一个炼丹师的心源强悍到这种程度, 实在是太惊人了。 灰衣修士眼神变换了几下, 他已经准备离开。 宁成的实力远远超出他的预料之外, 他估计短时间内, 他肯定拿不下骑士三星和这个击合。 况且, 这里来往的修士很多, 万一被别人看见了他和骑士三星打斗。 哪怕是出去了, 他也走不掉。 宁, 击合兄弟, 骑士三星震惊之下, 差点叫出了宁成的名字。 宁成可以逃出人面独物地追杀, 他就知道宁成不简单。 却没有想到, 宁成连半部速道都可以挡住, 这岂是不简单而已。 宁成忽然弯下腰, 张口就喷出一口鲜血。 随即整个人都萎靡起来, 身上气息凌乱, 脸色也变得苍白无比。 击合, 骑士三星看见宁成的样子, 就知道宁成元气大伤。 看样子, 刚才和这灰衣速道修士大战之下, 伤到了根本。 这并不奇怪, 一个永恒净修士和一个半部速道修士, 全力硬拼一击, 不中伤才是怪事。 原本想要走掉的灰衣修士, 也看见了宁成的萎靡状态。 他立即就打消了陶顿的想法, 想都没有想再次冲了上来。 这次他的红网忽然碎裂开来, 化成了无穷无尽的红光, 将方圆百里都完全笼罩住了。 这是他的顶级神通, 天罗地网。 以宁成和骑士三星的状态, 绝无法逃出天罗地网。 他得罪了骑士三星, 能在这个机会中干掉骑士三星, 他自然不会放弃。 宁成看见灰衣修士冲了上来, 弯下的腰忽然挺个笔直, 眼神也明亮无比, 身上的气息雄壮, 哪里有半分受伤的样子。 不好,上当了。 灰衣修士寄出天罗地网后, 看见宁成的样子, 就知道他上当了。 他的确是上当了, 宁成的实力还不至于和一个半步速到修士, 硬拼一击, 就会如此重伤。 宁成之所以表现出萎靡状态, 就是怕这灰衣修士逃走。 一旦对方逃走, 他还真的抓不住。 若是骑士三星没有叫错他的名字, 灰衣逃走了也就罢了。 刚才骑士三星不小心叫出了一个宁字, 现在对方肯定是想不起来。 一旦出去静下心来, 对方肯定会怀疑这中间有问题。 无穷无尽的红光化成了无形的大网, 将空间完全矿在了其中。 其实三星实力没有恢复, 实在太弱, 面对这种几乎要将空间都切割开来的大网, 根本就束手无策。 宁成跨前一步, 挥出七桥借书, 手往前一指, 奈何第一桥, 瞬息之间滚滚阴气, 就将天地遮蔽。 挥衣修士的天罗地网再强大, 也无法锁住这滚滚阴气。 顷刻, 那隔开空间的红色大网慢慢缩小凝湿起来, 化成一件红色的网状法保落在奈何桥上。 此时, 奈何第一桥五个潦草的大字清晰显现出来, 惨白石拱桥也缓缓升起。 虽然桥下翻滚的血盒依然是模糊不清, 那挥衣修士也镇住了, 这是传闻中七桥神通的奈何第一桥。 挥衣修士反应过来, 他甚至忘记了配合他天罗地网神通的红网还没有收回, 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要逃走。 面对凶名赫赫的奈何第一桥, 哪怕这个奈何第一桥还没有凝食, 他也没有胆子去尝试。 在他转身的同时, 桥后他根本就看不见的地方传来了悠悠的声音, 升不回, 死不退, 一入奈何永不归, 然后他就看见他一步踏上了第一奈何桥, 奈何桥没有转身, 没有后退, 只要看见, 无论你转身多少次, 无论你后退多少步, 你也要踏上奈何桥。 这可不是模拟出来的奈何桥, 而是凝成祭出的真正奈何桥神通, 蕴含着凝成和七桥借书的神通道语。 除非你的实力远远强于这施展奈何桥的修饰, 才有可能无视奈何桥。 奈何第一桥, 不妄想, 不轮回, 站在奈何桥上, 灰衣修饰声音颤抖不堪, 这一刻, 他失去了斗志。 凝成的脸色是真的苍白起来, 用奈何桥束缚住一个半步速到修饰, 他也有些支撑不住。 更重要的是, 他还没有完全掌控第一奈何桥。 站在奈何桥上的灰衣修饰终于反应过来, 他不能失去斗志, 他要挣脱这里。 巨斧祭出, 一道浮影轰出去, 浮影落在惨白的桥身上, 桥身瞬息模糊, 凝成张口就喷出一口精血。 这次不是装的, 他是真的受到了灰衣修饰攻击奈何桥的反噬。 眼看灰衣修饰就要辟出第二副, 凝成心理大吉。 他的奈何第一桥并没有完全掌控, 之所以祭出这个神通, 是他知道, 只有奈何第一桥才肯定可以不让这个家伙逃走。 就在凝成想要燃烧精血, 继续压制住桥上的灰衣修饰之时, 奈何第一桥在他的意念中再次有了变化。 他似乎对奈何第一桥的理解更是自如, 对进入奈何桥上的人有了一种生死抉择的掌控。 给我锁定。 凝成手一点, 一道道看不见的道运如波纹般散开。 下一刻, 灰衣修饰就被锁定在了第一奈何桥上。 他的锯斧如刚刚祭出一般, 顿在了空中。 凝成有了一种感觉, 他可以对灰衣修饰的生死进行掌控。 他可以将灰衣修饰束缚住抓到脚下, 也可以随意地一巴掌拍死这个进入他奈何桥的灰衣修饰。 看着桥下的模糊血河, 凝成呼地哼了一声, 给我下去吧。 灰衣修饰眼里闪现出一丝挣扎, 这挣扎只有片刻时间, 他还是冲出奈何桥, 跳下了血河。 模糊地翻滚血河在这灰衣修饰跳下后, 似乎清晰了一些。 凝成也隐约感觉到了第一奈何桥又成长了一点, 他暗自心惊, 同时也明白了让奈何第一桥成长的另外源泉是什么。 吸了口气, 凝成手一张, 血河中飞出一枚戒指落在他的手中, 这枚戒指正是灰衣修饰的。 将戒指收起, 在抬手收起第一奈何桥, 凝成取出树莓丹药吞了下去。 用奈何第一桥干掉一个半步速道, 看起来很简单, 实际上这种消耗并不小。 其实三星这才反应过来, 一把抓住凝成的手臂惊声说道, 凝成, 刚才你寄出的是七桥神通中的奈何第一桥。 凝成点点头, 的确是奈何第一桥, 这种神通消耗太可怕。 如果给不是为了留下这家伙, 我也不想寄出。 你可千万别随便泄露出去, 这关系到我的小面。 别随随便便叫我凝成, 我叫几何。 刚才不是你泄露了一个字, 我也用不着拼命留下这家伙。 奈何第一桥没有七桥借书配合, 凝成根本就寄不出去。 领悟了一个神通是一回事, 可以完整地施展这个神通, 那是另外一回事。